就算遭遇十字交叉韧带三度撕裂 也要三次去国外追梦 他从来没有说过国内是个温室 但他却愿意放弃百万年薪 前往国外掌球 他是小宝李月如 也是中国女篮今年进步最大的球员 在李月如的美国纪录片里 他拿着六万美元的年薪 开着轩逸住着连租房 和那些开豪车住豪宅的男篮球星不同 这样的留美生活 小宝仿佛早已习惯 2019年 李月如在第三轮35顺位 被亚特兰大梦想对选中 此后这一签约权又被交易到了芝加哥天空 直到2022年5月 获得蓝鞋批准的李月如 才在WNBA赛场完成了首秀 从5月到8月 李月如在美国打了三个月的WNBA后 又匆匆回国备战事件杯 2023年 李月如遭遇十字交叉韧带三度撕裂的重伤 这样的伤病几乎等于断裂 在重伤后 WNBA天空队也马上暂停了和李月如的合同 即便是这样的伤病 李月如也没有放弃追梦的步伐 在伤后的第三个月 李月如就和土耳其俱乐部 贝西克塔斯签约 今年3月 李月如以16分12.5篮板的数据 成为女篮联赛欧洲杯的三月最佳球员 同年 李月如放着国内百万年薪不要 又宣布和WNBA的洛杉矶火花队签约 年薪仅6万美元 在美国 李月如虽然不是球队的主力内线 但李月如却得到了充足的力量 在今年的女篮热身赛里 李月如也成为女篮进步最大的球员 最后 借用阿卜杜拉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有的球员不必假装很努力 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